政府再放寬一系列防疫措施 食肆所有员工接种两剂疫苗 可以营业至到凌晨2点 最多8人一台 现时食肆最多4人一台 礼拜四开始可以放寬限制 员工打一针 糖食可以放寬至6人一台 营业到夜晚12点 食客必须使用安心出行 如果员工打两针 再过14日之后 再加上顾客打一针 以及使用安心出行 就可以放寬至到8人一台 营业到凌晨2点 接待人数上限 可以增值容量75% 燃汇人数放寬至100人 如果员工因为健康问题 不适合打针需要申报 以及提交医生证明書 另外,酒吧、夜总会、浴室、卡拉OK 派对房间 礼拜四开始亦都可以重开 条件是员工和顾客 都要接种第一针疫苗 顾客必须使用安心出行 酒吧、酒馆、夜总会 重开之后两个人一台 营业去到凌晨2点 而派对房间、卡拉OK 每间房最多4个人 麻雀天狗洒落 可以重开至到午夜12点 员工、访客 如果不适合打针 可以申报和提供医生证明 员工如果确实因为健康理由未能接种新冠疫苗 可以填写新报表 以及提交医生证明书 同时必须每隔7天进行避康 如果是15岁以下的小童 只要同行的成年人 有使用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 是可以获得豁免的了 而65岁或以上的长者 如果没有成年人陪同 的15岁以下人士 都可以使用指定的表格 去登记到访的资料 分礼、宗教聚会等都有疫苗气泡安排 室内分礼可以由20人增加到最多50人 而室外就最多100人 所有16岁或以上的参加者 都需要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 如果不能够接种 需要出示证明书 而周年大会、商务会议 同样室内最多50人 室外最多100人 至于宗教聚会 室内人数上限 由场地容量的三成提高至五成 而室外就可以坐门 本地由周四可以重启 已经在旅游业议会登记的本地旅行团 每团旅客连工作人员不多于30人 前提是大团的人要完成接种第一剂疫苗 如果员工因为健康旅游未能接种 需要填写指定表格向旅行社申报 并且提交医生者 亦都需要在出团前七日内 做一次核酸检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